最典型的两个应用场景 Web server 和本地代码构建 我们也提到了 Nodejs最擅长的场景还是Web server 但是前端也喜欢用它来做本地代码构建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前端 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庞大了代码 本地写的代码和线上工作的代码是两回事 需要进过一步的转化才能到线上工作 这种时候需要有人来写工具 肯定是前端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二有众多的工具语言可以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了Nodejs呢 因为Nodejs最大的优势 在本地构建方面 就是使用JavaScript做方言 对前端来说是相当友好的 所以说前端就用Nodejs来做代码构建了 两个原因归结起来 第一 有实际的需求 第二 对JavaScript比较熟悉 同样的Nodejs还帮前端解决了另外一个新星的问题 测试 为什么我们讲测试是个新星的问题 提到测试呢大部分人也并不会感到陌生 但是呢前后端对测试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 尤其是前端初学者 可能对我们前端初学者而言测试呢我写了一些function 我alert console一下 或者是页面上有一些元素的绑定啊然后我点一点 发现盘窗也出来了 工作就正常这是我的一个测试流程了 但是对于后端同学来呢测试是一个相当严谨复复杂的 工作流程 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一个很顺便做的事情 造成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呢也是前端历史 原因导致的 前端最开始是作为页面上的一个玩具 前端写一些小的脚本 然后让页面可能能够动起来 功能呢都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我们看两眼或者是手工事实就出来了 但是呢前端现在已经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复杂 靠这种简单的方法已经看不出绝大部分问题来了 需要像后端一样 有系统工具流程来做保证 才能让我们的代码变得了健壮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Note.js在这方面帮着前端做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的代码呢可以变得更加健壮一些 我们通过几个小例子来带着大家体验一下 但是呢测试呢更多的是一些实践相关的 大家需要知道什么地方需要测试 什么地方测试显得就是不够的话就会出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断言 做测试呢必须有断言 断言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我假定a等于b 然后呢我测了一下发现a果真等于b 就断言就是ok的 我假定它俩相等 结果在实际跑的时候呢发现a不等于b 这种时候呢就说明有问题了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最最原始的代码 带着大家一步步看看这些工具是解决实际什么问题的 首先呢我们来写一下 一些测试文件 写一下我们的原代码 比如说我们下面呢有一个 s.js 我们先写两个方法 我们就要测试两个方法的正确性 我们写两个and 我们就是把它 传进来的参数呢做一下和就好 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做一个 就是说 乘法 我们呢就来写一下刺激方法 证明我们写的这两个函数呢对不对 但是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test 然后里面放一些我们的测试用力 比如说呢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写一个 simple.js 让它来做最简单的 引入一下我们的方法 我们怎么来验证 我们这两个方法对不对呢 我们就做一些 假定 做一些断言 我们认为呢 if and 我们的 2 豆泡3 等于5 我们就 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就打印这样的东西 else呢 这样的时候就是出错了 实际上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写成 他不等于5 然后 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等于5的 是不是啊 如果他是等于5 就说明就是OK了 如果不等于5呢 我们就认为失败了 之类的 我们呢来执行他一下 而且诶 正确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方法是非常原始的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测的完不完整 然后呢这种我们需要一个个来自这console啊什么的 特别麻烦 而且呢这个也没有什么语义化是不是啊 就是别人可能看了词用力之后呢也看不太懂 我们呢怎么来让我们写的东西呢有语义化一点 我们就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node.js原生的assert assert呢就是帮我们做断言的 比较语义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最常用的几个API呢有assert.equal 就assert.equal actual跟expect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error message 或者是呢 就是is not equal 或者是.ok 之类的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判断他相不相等 其他呢都是一些更语义化的 就是deep equal 或者是not deep equal 或者straight equal啊之类的 我们来试一下用用assert之后的效果 把我们呢 引入一下 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点给注释掉 看看用assert之后呢怎么写 用了assert呢 我们的断言会相对而言 犹豫一化一点 比如说我们开始刚才的例子 我觉得2加3应该等于5 也就可以这样 我们后面呢也可以跟一条message 如果出错了之后显示什么 也可以不写 不写系统呢会用默认的 我们来执行一下看一下 没有任何信息说明执行成功了 比如说我们稍微修改一下我们的function 把它给改错 我们来执行一下 给我们抛出了异常 说什么断言错误 你觉得实际是6 但是你觉得它等于5 就是它的实际表现和你的预期是不一致的 肯定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你需要回去排查一下 用了assert之后 我们的断言虽然有一定的语意了 但是我们觉得它还不够好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几个业界比较流行的断言库 非常大同小异啊 在断言上主要有两个风格 一个是bdd 一个叫做tdd 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叫做行为驱动开发 一个叫做测试驱动开发 听起来还是比较懵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风格 它的断言的风格 比如说should 这个就是bdd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风格是什么 fool 就是这个function should be a string should equal be a 大家会发现 它跟自然语言特别接近是不是啊 就好像是你在说话一样 这个就叫做行为 should have last of 这些都是他moke的一些function 帮我们用自然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断言 另外一个呢是expect expect跟它差不太多啊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它处于assert跟should之间 expect它to be a string 而不是把它放在最前面 是用了expect 相对而言呢这个会更有语意一些 我觉得它是一个字符串 再一个呢是assert 这个呢和 Node.js官方的是几乎一样的了 但是呢会比Node.js官方的 提供的方法呢更丰富一点 丰富的方法呢 用方法名呢来表达了一些语意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assert.eco assert.lasso.property 对吧 也可以点这可以看一下完整的 我们呢就给大家分别使用一下这几个 首先需要安装它一下 我已经安装好了就不给大家演示安装过程了 这个呢我们希望把它给装到dvdependency中 因为在线上运行的时候是不需要它的 装好之后呢我们来写一个测试 可以看一下它的集中写法 用should的之后呢 需要在这提前执行一下 其他的呢直接引用了之后就能用了 因为should呢把我们原生的一些函数呢给hack了 把我们在prototype里面塞了很多function 我们可以不用这assert了 我们用 should 它的三个 一个是should expect 我们看一下这个可以怎么写 我们用should的话呢就需要在前面的先执行一下should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三点 should 点 一可 五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他也报错了 他也报错了 报错的就是格式呢稍微有点不一样 expide6 2 一个五 发现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function给改对之后呢 而且没有错误了 我们就让我们的function一直在错着 否则我们都看不出来效果 同样我用一下expect expect呢就会显得更加有语印象 我expect 2 3 这样的 点 to 点b 5 这点to 点b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没有看它的完整的API 点to 点b 这些其实是几乎一样的意思 只不过是为了让它更有语意 我们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点进它的实际的 一些教学里面看更详细的 我们先来把我们的例子写了 看一下这个的效果 发现 也跟我们同样报错了是不是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cet 这个呢就和原生的是一样的cet.eco 这种风格呢就叫做 TDD 这种一种自然语言的表达呢就叫bdd 同样报错了是不是 发现同样报错了是不是 也就是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断言库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他的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expect js啊之类的 有非常多但是呢这一个因为cet呢连 bdd和tdd同时都有呢 选择起来就比较丰富了所以我们在 弟子中呢就用这个 其他的呢都是非常类似的就不给大家重复介绍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可以比较语义化的来表达断言了 但是我们整个的这次用力呢还是相当凌乱的 对吧 我们接着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测试用力的runner 摩卡